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蔡中佑医师 那今天很荣幸接受科技部的邀请 来跟大家聊聊有关于B型肝炎的未来 那今天的主题会放在B型肝炎治愈的述光 那我想大家都知道说 B型肝炎已经发现了数十年了 那不管是药厂还是科学家 都一路一路的在发展各种不同的药物 但是截至目前为止 其实B型肝炎的患者目前只能够被控制 这个病情只能被控制 但是却没有办法被治愈 只能治疗但是没有办法治好 那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我们当初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想要到中文医院去做学习 然后找到我的指导老师 谢世洋老师以及在中国的指导老师 彭成员主任 然后我们共同的去找到了这个可能的相关性 那先先来跟大家分享以及介绍这方面的研究成果 那慢性B型肝炎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疾病 我相信前面两位的教授包含 就是前面两位教授高教授杨教授 他们已经介绍过有关于B型肝炎的种种 那B型肝炎在台湾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国病 那全世界大概有两亿多人感染 我们在B型肝炎的患者必须要长期慢性追踪以及控制的原因 就是因为它会产生肝衰竭肝硬化 甚至是会导致肝癌 那科学家当然非常努力的去研发各种不同的药物 要去想要去治疗这个疾病 那目前已经开发出许多的药物 而市面上的主流药物叫做核氨酸类似物 它这个就是类似病毒的核氨酸 然后给病毒吃了以后它就没有办法去复制 因为它只是类似物它不是真的核氨酸 所以举凡像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比较常用的药物 贝勒克、惠利托、韦利德等等的 这些药物它都可以有效让病毒减少复制 所以在病毒的血液中 它的病毒量是可以有效地降低的 但是我们在这一类的病人长期追踪都会发现 它的表面抗原是不会消失 所以即使在使用药物用了好几年 它的表面抗原都不会消失 相对应的在慢性B型肝癌的患者 在肝癌期间 我们在血液中人会测到大量的表面抗原 这件事情大家听了可能没有太多感觉 我举一个例子 我们今天如果我们是一个间谍 让这些手菌就是我们的免疫细胞知道说它存在了 可是免疫细胞看到这么大量的表面抗原却不为所动 什么事都做不起来 也不会去攻击B型肝癌 所以于是我当初就想说 这个表面抗原一定有藏着什么秘密 当时就带着这个疑问 到了中文院遇到了我的指导老师 谢市长老师 谢市长教授 我们跟他讨论这个问题 然后我们就在想说 这个表面抗原到底藏着什么秘密 为什么B型肝癌要治疗这么大量的表面抗原呢 我们后来就发现 这个大量的表面抗原 其实会透过一些免疫检查点 去做结合让B型肝癌 能够躲过我们宿主的免疫 所以我今天会慢慢的慢慢的 跟大家介绍有关于这一类的过程 那首先跟大家介绍 什么叫做B型肝癌的表面抗原 B型肝癌病毒啊 它是有一个 一个20面体的结构 那20面体是指它的核心蛋白 然后里面中间还有一些DNA 也就是它B型肝癌的DNA为主 那它的外侧啊 会包含了一个双指指的构造 上面镶嵌着我这边画的黄色 小粉红色跟大红色的圆形的 这个叫做表面抗原 那B型肝癌病毒 它在感染的时候 它会去感染到我们的肝脏的细胞核里面 它感染细胞核里面之后呢 它就会利用我们的肝脏哦 去制造了非常大量的病毒 那这些病毒会分成两种 第一种是含有病毒的DNA的 也就是它是一个完整的颗粒 它会去传染 它会继续不断地传播 那第二个就是它会去做一件事情 它会去制造一些叫做亚病毒颗粒 各位可以看到这个亚病毒颗粒的部分 这亚病毒颗粒跟完整的病毒颗粒差别在哪里呢 亚病毒颗粒比较小 它大概是完整病毒颗粒的大小的一半 然后它有两种形状 就是一个是圆形的一个是属于长方形 这我们称为丝状形在科学上称为丝状形的 然后它的工程特征里面就是它并没有DNA 那每次一个病毒为什么要这样大张旗鼓的去分泌这么多 不含DNA又没有传染性的东西 这些DNA的这些表面抗原既没有DNA 它没有办法帮助病毒的传播 反而会去打响 去告诉我们的免疫系统说我们存在着 所以我那时候就问了老师这问题 老师当然有他的假设 我们就去看看说这个表面抗原到底有什么东西 是我们所未知或者是忘记或者是没有发现的 于是透过收集文献老师也给了很多提示 我们就发现B型肝炎上面的表面抗原会带有一些糖类 这个糖类我放大给各位看一下 这个糖类的结构它是有一个唾异酸 然后再接下来接一个半乳糖 以西安生跟肝乳糖所组成的一个双天线的构造 然后下面再接到病毒的蛋白上面 那这样的结构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 就是这个唾异酸 它上面这个唾异酸到底会不会去跟我们的免疫细胞结合 我们就是去猜想 所以于是我们又再去收集了各种的文献 发现这个唾异酸 它会去跟我们人体的一个免疫检查点的受器 去做结合 结合之后呢 它会造成我们的免疫细胞睡着了 它就不会再去攻击以及去强化我们的那个免疫系统 所以我们免疫系统被弱化之后 我们就不会去攻击B型肝乳的病毒 那B型肝乳的病毒它就会慢慢慢慢的强大起来 所以这件事告诉我们说到底什么B型肝乳的这个糖结构是非常重要的 那到底什么是免疫检查点呢 我这边也要跟大家再先介绍一下 过免疫检查点的话 它就是会去调控我们那个免疫的一个重要的因子不管是启动或者是做抑制的功能 那以癌症为例我们举PD-1这个免疫检查点为例 这是相当有名的一个检查点 它表现在T细胞的细胞膜表面上面 过去日本的诺贝尔的讲德主叫本树佑 他那时候发现这个PD-1的这个功能 他就是发现他平常的时候会去抑制我们人体过强的免疫 举防我们身体在发炎或者是肢体免疫过强的时候 他会告诉我们的细胞说你要安静一点 要休息一下不要反应过度以及不然会攻击我们的细胞 所以他的平常的功能是去抑制我们过强的免疫反应 那癌细胞很聪明他就利用说 那你这个免疫的检查点会去抑制我们身体免疫反应 那我就让你一直启动 你一直启动我们的免疫力就下降了 免疫力下降之后呢 癌细胞会做什么事它就会活下来了 活下来它可以不断的长大 所以我们来看动画图 这是癌细胞 癌细胞它会跟我们的免疫检查点PD-1做结合之后 它会去启动这个PD-1产生抑制的讯号 抑制的讯号产生之后 T细胞的免疫反应就下降了 免疫反应下降之后呢 它当然我们的T细胞就没有办法去攻击癌细胞 没有办法去攻击癌细胞之后 癌细胞的储活率就上升 我们人体当然就不会很开心 我们就慢慢地会被癌症给侵蚀 所以科学家当初本书有本教授 他那时候发现这个基转之后 他当然有同时去想办法去截断这个基转 不要让它发生 所以他去做的一个事情 就是去制造出相对应的治疗药物 这个治疗药物叫做生物质迹 那什么叫做生物质迹呢 生物质迹举法来讲 就是用生物这个模组去制造出来的药物 它可以是蛋白 可以是RNA 可以是peptide 就是一些小分子的蛋白 那以我们现在是那个医学上最常用的东西来说叫做抗体 也就是抗体这个药物 那生物质迹的话 比起另外一个我们常常在吃的一些化学的药物 像普拿疼等等 这类就是用化学制造出来的 所以它就不叫生物质迹 它就是化学药物 所以生物质迹它是必须要用细胞所做出来的类似抗体药物 那他们呢 用生物质迹来做一个免疫上的疗法 就是你们常常听到的癌症的免疫治疗 所谓的癌症的免疫治疗 什么叫做免疫治疗 就是去调控一个免疫的受器的检查点 或者是一个免疫的一个基转 让癌细胞的功能被弱化 或者是让我们的人体的免疫功能被强化 这叫做免疫治疗 那我们在本书他们做的这个 Anti-PD-1的抗体 它就是会去主导 我们刚刚讲癌细胞跟PD-1的结合 那它会结合在PD-1这个检查点 但是结合之后 它又不像癌细胞会造成一个免疫反应 所以呢 它会去让癌细胞在PD-1的一个特定检查点 结合之后不会有任何的作用 它只会站在那边 不会有做任何事情 但是它会去阻断 癌细胞跟免疫检查的作用 所以让这个癌细胞跟免疫检查点 造成的免疫之反应消失 我们来看动画的部分 癌细胞又出现了 它跟PD-1结合之后 会造成一个免疫反应的抑制 但是今天 我们今天 我们的抗体这个英雄出现了 它会去阻断PD-1跟癌细胞的结合 以至于呢 让PD-1这个免疫反应的弱化 就是它不会启动 所以抑制的讯号消失 T细胞 它当然它的免疫反应就顺理成章 因为它看到癌细胞 它就起来 就活化起来了 那T细胞活化起来之后呢 它当然就可以去打败癌细胞 我们就可以战胜癌症了 所以这是整个一个 生物刺激治疗 免疫治疗 跟免疫检查点的一个相关性 还有当然主角也是癌细胞 那我们把这个观念 换回我们的B型肝炎病毒 我们当初看到B型肝炎 它上面会带有 唾液酸的这个东西 所以我于是我那时候 我们就做了非常多的假设 去发现B型肝炎的病毒 它上面的唾液酸 这个唾液酸 它会去跟哪一个 会跟唾液酸结合的 免疫检查点结合 然后于是我那时候 就去做了很多的实验 去发现B型肝炎 它会跟一个叫做 唾液酸免疫检查点 Ciglase 3 这个蛋白做结合 那Ciglase 3 它是一个怎么样的蛋白 它呢 除了会跟唾液酸聚糖结合之外 它主要表现的是 在先天免疫细胞 而不是后天免疫 所谓先天免疫细胞 就是侦查病 它会去侦查到 我们的病毒或者是细菌 或者是黎菌等等的 已经外来物来供给我们身体 然后告诉我们后腺的T细胞去反应 那我们发现 B型肝炎的病毒 它会跟我们先天免疫细胞 例如聚细胞 或者是素毒细胞做结合 那Ciglase 3的话 它一样 平常也会抑制人体过强的免疫反应 那过去有一些研究 也发现癌细胞会透过类似这一类的受气去抑制我们人体的免疫反应 所以它跟PD-1其实有一取同工治疗 它就很像PD-1 但只是表现在先天免疫细胞 所以我们当时就发现B型肝炎的表面抗原上面的这些糖 尤其是拓异酸会去跟Ciglase 3做结合 也会造成免疫抑制 所以当然我们就去做了跟本书游教授一样的事情 我们也去做了抗体 要去阻断 我们来看动画图的部分 这是一个B型肝炎的病毒 表面抗原上面带有一些拓异酸的糖 它会跟Ciglase 3做结合之后 造成细胞的免疫反应下降 那这个免疫反应下降之后 我们这样就想办法去制造了一些抗体 这些叫做单株抗体 我们把它命名为10C8 这些单株抗体这些英雄又出现之后 它会去阻挡B型肝炎病毒以及Ciglase 3的结合 所以被抑制的免疫反应就会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细胞的免疫反应力会上升 对抗病毒的能力会上升 所以我们推测 这个抗体或许以后有机会 治疗B型肝炎病毒的感染 所以我们目前的话 很积极的部分就是开始在做动物实验的部分 所以今天很简单的解决就是说 跟大家说B型肝炎病毒 它为什么要去制造这么大量的表面抗原 主要就是要去减缓宿主的免疫反应 以及增加它自己本身的存活率 那它透过的免疫检查解就是 Ciglase 3这个免疫检查解决 那我们发明的这次单株抗体 它可以去阻断B型肝炎病毒跟Ciglase 3的交互作用 回复B型肝炎病毒被抑制的宿主免疫反应 那目前我们正积极规划动物实验 如果很非常希望如果顺利的话 可以再往后走到临床实验的部分 来照顾这些B型肝炎病毒的患者 那最后就是感谢我的指导老师 谢思想教授彭承源教授 以及实验室的同仁 还有所有合作实验室的同仁 以及那时候帮助我非常多的其他的教授 那谢谢大家 好谢谢蔡医师 非常感谢你 跟我们分享你多年来辛苦的研究成果 对 我听得非常的开心 就是B型肝炎病毒 因为它有所谓的 你是说亚克力 但我们一般有另外一个名称 叫做刺颗粒 因为这刺跟亚 事实上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 因为叫subviral particle 那对那个22奈米的亚克力也好 刺颗粒也好 过去我们也不是太清楚 为什么病毒要制造这么多的这些颗粒 那它又不会感染其他的干细胞 你们解开了这个谜 所以非常非常恭喜你 另外你进一步的就讲说你们有发展出一个单株抗体 可以跟这个刺颗粒结合的一个SIGLINK3 第三号的这个SIGLINK 观众如果不懂的话 因为现在Google非常的发达 这些专有名词可以利用Google去搜寻 然后可以了解的更多 你没有跟我们提到的 但你在论文里面稍微提到的就是说 这个受体呢其实是有多形性 就是它的基因上面会有一些的变异点 那有某种变异点的 它就比较容易被启动 然后有另外某种的变异点 它就比较不容易 你要不要跟我们说明一下 这个你们做这一方面的研究的发现 可以 因为这一部分啊就是 我们刚刚讲SIGLINK3它会表现 其实在全世界的人会因为它的免疫的 那个说我们的基因的变异 所以它会表现出完整的SIGLINK3 跟不是完整的SIGLINK3 那各位可想 如果你先是表现完整的SIGLINK3 B型肝癌病毒进到你的身体里面 你的免疫力是比较容易被抑制的 但是如果你先是表现不容易 表现不完整的SIGLINK3 那B型肝癌就没有办法 透过这个基转去做免疫之了 所以我们就发现 表现完整的那一种人 因为B型肝癌会去抑制 所以这一类的病人比较容易得到肝癌 那如果是表现不完整的 这一类病人是比较不容易得到肝癌的 对所以当时我们的研究是有发现这一部分 那我们当时是利用我们杨怀医教授 就中院院杨怀医教授 他大概累积了二三十年的长期追踪 没有治疗的病人的一些 那个资料库 然后去做这样的分析跟追踪 才找到这样的结论 那大概用了三千多人的一个资料库 那时候非常感谢杨怀医教授提供这个资料 刚刚蔡医师有提到杨怀医教授 累积了多年的大数据 所以大数据对未来我们的基础的研究 有很大很大的帮助 才能够找到这个Cyclose 3号 它有不同的变异 那我非常的好奇就是 世界上B型肝炎的感染的区域 有高感染区有低感染区 那低感染区的人的Cyclose 3是不完整的吗 你们有没有进一步去做这样的分析 比如说北美一带 北美一带其实这阵非常有趣 就是北美一带的人 他们的变异 我们先讲台湾好了 台湾的话完整的话是大概占了 我们那时候统计出来大概90几 然后不完整的话或者是一半的 大概不到10% 大概就是9比1这种比例 可是在国外的话大概是一半一半 所以那时候我们有 因为我们没有国外完全的数据 所以没有办法给一个结论说 国外人到底比较容易得还是比较不容易得 而且那一类美国人 他们一半一半是有一些是亚洲人移民过去 还不是亚洲人移民过去的 不过我们确实有发现可能有类似的趋势 不过这部分可能还是真的需要更进一步 去再出作业 因为这个仍然还是一个非常大的谜 就是说为什么台湾是一个高感染区 也就是说全世界B型肝炎感染的 只有5%的人口 但台湾居然可以到达80% 那当初的一个想法是因为台湾人在早期的时候 很喜欢使用针 然后针头的一个传染 然后造成了这个病毒的酷 但后来必须发现真正感染的是妈妈垂直感染给婴儿的 所以高感染区跟这个低感染区 可能这个又是一个添加的一个因素 我觉得这个这一方面可能还要透过大数据去分析 高感染区跟低感染区的一个可能性 刚刚你讲我们有90% 可是西方只有50% 这个可能会列入一个蛮有趣的观察 这个确实因为西方5050我们是9比1 所以这个真的是 但我们还不敢就直接这样下结论 说跟那个有关 不过非常有可能 对确实有可能 不过话又要说回来 Cyclic 3它本身的生物性的意义何在 就是那些10%缺乏这个完整的这个受体的人 跟正常的人 它有什么样的差别 生理上或者是细胞学上的反应 有没有什么差别 还是说无所谓 有这个基因跟没这个基因 表现多表现少都无所谓 这个部分的话 其实它表现少 它并不是 就是我们目前Cyclic 3这个东西的缺乏有或无事跟阿兹海默症有关 就是过去过去在国外他们也对这个经有非常大的认识 他们就发现说表现完整的那一型 因为它容易免疫容易被抑制 所以它的脑部里面的内淀粉成绩没有办法被清除 这类病人比较容易得到阿兹海默症 相对表现不完整的这一类的话 它的内淀粉因为免疫不会被抑制 所以它的内淀粉是容易被清除的 所以这类病人比较不容易得到阿兹海默症 但目前有关于疾病的研究 除了阿兹海默症再来就是B型肝炎 那你说它平常它在做什么功能 它平常就是抑制过强的免疫而已 那跟疾病的关系其实 你说不同的基因型上的变异 有没有到底跟你的免疫反应过强 或者是自体免疫反应目前没有太大的证据 那我们后来有再去探讨类似的状况 原因是因为你虽然是表现不完整 但它表现不完整不是全部都不完整 它是可能你我们表现完整的那一型是百分之百全部都有 那表现不完整的可是五十五十 或者是三十七十 就是七十percent有三十没有 或者是五十percent有五十没有 不是说全部都没有 我们是这样发现有这样发现的 是的 好这个就是我们在生物学上或者遗传学上 非常有名的叫做多形性 基因多形性 叫做polymorphism 这个其实是蛮重要的 来帮我们判读这个病毒跟这个被感染者之间的一个相互关系 蔡医师相对的他比较年轻 那他带给我们比较多的新的知识 包括大数据的部分 包括有很多新的一些的资讯 最后我们还是回到蛮重要的一个议题 因为要把这个B型肝炎病毒完全移除 我们刚刚这个高嘉宏 高医师也跟我们提起 他的困难点是在于 病毒会形成CCC form 我们要把或者是会integrate 或者插在相间在我们的染色体里面 要把这两种东西移除 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你的那一道只能阻止第一道不让它出来 已经带有的代言者 他有可能再回来再感染自己的肝细胞 所以用你这种的策略 要完完全全把这个病毒移除 可能性还是有 但是机会也并不太大 是这样的想法吗 原则上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因为我们也不太确定 引起B型肝炎的免疫反应 就是引起免疫细胞的免疫反应 被活化之后 到底在B型肝炎病人身上 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因为毕竟没有做过临床实验 但是我们可以从几个证据上来显示 推测说 这个是有可能的 原因是因为像我们在临床上观察到 有一些病人 他们B肝是会好的那一类病人 其实都会出现一个免疫反应 非常大的一个状况 像是 那中文的话应该叫做肝炎的一个发作 这个大发作 那这类病人的话 他会出现很严重的肝炎 GOT、GPD可能高到好几千 但是在一个这种免疫的风暴之后 他整个会下降 整个下降之后呢 他肝脏的 因为肝脏已经出现很大的免疫风暴了 他的CCDNA下去都会消失 后来这些病人就会痊愈了 所以我在想 如果我们B型肝炎在 一旦我们的人体的免疫力没有被活化起来 去攻击B型肝炎之后 有可能也会透过类似这样的方式去做清除 但这部分还是得在动物实验上证明 因为我们在细胞实验上 我们确实看到那些免疫的激素 全部都会因为我们家的抗体之后 再加上一些刺激物 他就会上升了 所以我们在推测说 他可能 我们应该会走类似这样子的免疫风暴的一个状况 但到底会不会让病人有很严重的免疫风暴 然后甚至有那种生命危险 然后才要冒这种治疗 当然就是要后续 不管从动物实验去找适当的剂量 临床实验去找适当的质量跟治疗来看 这部分真的还有很多很多要努力的地方 才能发展成一个真正治疗的药物 没错 B型肝炎其实是蛮吸引人家的一个病毒 因为它有很多的分子生物学的问题还没有被解决 那在临床上我们要怎么把离移除 大概还要面对很多的困难 但是我们终究会相信 因为我们已经有B型肝炎的疫苗了 所以迟早代源者越来越少 这个病毒的库水库越来越少 最后病毒还是可以消失的 不过在早上这一天 我们预祝这个蔡医师的研究顺利 证明它是一个新的方法来治疗这个B肝 我们谢谢蔡医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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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